欢迎来到花熊姐妹的 奇葩大挑战频道 耳朵快聋了 今天我们要来玩一个实用又有趣的挑战 自制高跟鞋想提倉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奇葩 而且有一点不可思议 点个道理一起开下去吧 首先选一上昂贵又好看的高跟鞋 为什么一定要选昂贵的呢 这样被妈妈打的几率比较高 这顶文字特别多 手有点羊啦 接着把日中交出在这掌心的鞋底上 我来我来 先来给它薄薄的铺上一层 让我这个手工小肺人来帮你一下吗 没有胶啦 胶嘛我这有的是 你知道用心鞋的好处是什么吗 知道啊没有你的脚臭味啊 不当我怎么敢弄它 现在已经完整的涂上一层热熔胶了 但是这样做橡皮它太少了 至少要涂个十八层上去 要涂个十八层上去 说做咱就做继续 不是你认真一点涂好看啊 我要是涂好看 那我怎么叫手工小肺人呢 真的是 这样好费时间了 你去拿多一支日中交枪 来了来了一人一棒 最后用红色日中交给它封个顶 完成啦 手给我 干嘛 我试一下它干了没有 终于到了最重要的一步 检验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有没有成功呢 上纸 上笔 来吧 干了 掉了 刚刚净净耶 完美 以后再也不用弄心橡皮擦会被偷走了 因为 你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把它踩在脚底 谁也不敢拿走 喜欢我们记得点关注哦 拜拜